B52轰炸机到南海也是为了航行和飞跃自由吗 如果有人三天两头全副武装的到你家门口 要武扬威探头探脑 你是不是应该提高警惕 加强戒备和防卫能力呢 我想给美方几个忠告 第一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 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心滋事 两架B52飞进广东沿海 可能是美国针对解放军近期绕台军事行动的警告 中国不时指控美国挑衅 官媒军事报道也不时提及 军备战术如何突破第一第二岛链 而美国去年发布的航行自由报告就批评 中国在南海过渡身杀的海洋权力 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允许的范围 有军事评论员分析 双方利益有严重分歧 类似对抗自然会层出不穷 究竟是海上霸权还是航行自由 主因在于理解上有偏差 中国现在在第一岛链的进出 其实并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老是去思考 只是在军事实力上或者是作战上 到底能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岛链 我觉得还是一种太狭隘的海洋观 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 中国应该是对现在的国际海洋秩序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这样才会避免总是陷入这种岛链围困 然后又去不断地徒劳地突破岛链的这种想法 因为这种突破的话 你的实力实力上又差得太远 所以这种是一种就用人自老的问题 无非就是在岛链上与他进行一些这种近距离的纠缠而已 但你即使突破了出去了干什么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往往是中国在海洋上自己造成一种混乱 五年前中国已经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 不过吴哥说效果不明显 近日重提这个口号 需要时间观察是否有实质的内容 但他相信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国际海洋秩序 中国自己的海洋野心其实也就体验在这里 就是总是好像以推翻霸权为出发点 我们在南海方面总是事实上想独占南海 但实际上要拿出一个能够替代现有秩序的这种框架 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从海上安全到海上合作 吴哥认为中美要在太平洋和平共存的话 最欠缺的是互信和共识